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希拉有一个特色就是她的头巾 虽然她就不能可能做那么多的头发的造型 但是这反而在一个美女大同的时代里面成为了一个特色 我每一次看到你在电视上或者在节目里面的话 你的头巾都不太一样 那么你一共有多少条头巾的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因为应该两百多 这么多吗 两百多三百多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然后你平时生活中的时候呢 你会怎样去打扮自己 打扮自己啊 嗯 我不太喜欢太化妆了 对 因为每天都如果有工作的话太化妆了 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我觉得素养 但是大家呢对你那个就是在镜头前面的那种好像混血而一般的那种大眼妆啊 对 非常的感兴趣 但是呢你知道舞台的妆容的话 对大家的借鉴意义又不是很强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 又有希拉的特色 但是呢日常生活中我们观众朋友又可以尝试的一个眼妆好吗 可以 我给希拉配的颜色呢是一个粉红色的眼影非常的特别 因为她的眼睛很深随 所以的话不会怎么去挑颜色 即使像粉红色的色这样的颜色伤到她的眼睛上 也不会显得眼睛有肿的感觉 你以前常试过粉红色的眼影吗 嗯 我也没有 其实这场妆里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么浓重的色彩 可能光泽感和干净程度 就是我们更多追求的 然后我们用一个细节刷 再希拉的眼睛的尾部给她加一点点深色 这样的话她的眼睛看起来更深随 而且更有那种魅惑的感觉 但是深色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范围不要太大 它会让眼部的结构更加的立体 我们先把重色放在下面 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往后往前 而往上凝染 一定要注意边缘不能有太明显的分界感 我们的眼影完成了以后呢 就可以处理我们希拉非常骄傲的一个部分了 就是她的睫毛 像希拉的眼睛的话 其实在日常妆容里面 如果不是要上大舞台的话 她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假睫毛 因为她本身真的睫毛都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的话她可能只需要一支比较好一点的睫毛膏 来让她的那个卷翘度一直维持住 然后稍微浓密和纤长一点 就很很漂亮了对 好我们来试一下 刷睫毛很重要的就是干净 所以的话我们最好是从根部一刷到底 而且一定要从根部刷起 不然的话 膏体集中在前面 而根部没有支撑能力的话 睫毛就会在一段时间后往下掉 那比较轻松一点的眼妆的话 其实不太需要那么粗的眼线 可能我们只是在睫毛根部附近 给希拉来一点点的补充 让她睫毛根部的皮肤不要露白 我们画眼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要纹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带一个粉疯 在我们的脸上接力 眼睛下面的部分呢 最好日常妆里面不要画眼线 因为她的颜色太过饱和不柔和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用深色的眼影粉 来做下眼线 妆会相对柔和一些 因为欧式的包括混血妆容的话 它非常强调我们面部的一个立体感 所以的话我们在眼妆完成以后 还可以打亮她的眉骨 很好啊 我很习惯这个颜色 如果说我们中国的女孩子 可能面部轮廓没有那么的深邃 那么怎么去来模仿一下希拉这样的妆容呢 假睫毛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因为呢我们眼影这方面非常的挑的话 我们就让我们的睫毛能够根根分明 且从正面看的话 有一定的晃兽状 就能够有希拉这样的电眼妆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她的眼睛非常的漂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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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